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迪丽热巴和高伟光 领衔主演的《三生三世诊》上书正在热播 看过原著的小伙伴 都知道前两世情缘都在虐凤九 帝君可敬而得作 正所谓虐欺意识爽 追欺火葬场 回顾剧情中 凤九必须让帝君体会爱而不得之苦 看破情之一字方能力竭成功 简单可爱的小九 想到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给帝君戴顶绿帽子 于是剧情开始反虐模式 为了帝君历情节 封九也是煞费苦心 这三个细节暴露出小九预谋已久 其一便是当帝君残忍地将叶青蹄杀害时 凤九之青蹄的死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出于自责 也为了将帝君的心蹂躏得更彻底 所以他选择跳崖结束 他与帝君的这一世情缘 然而他跳崖的地点 却是当初他与叶青蹄约会的地方 可凤九低估了帝君对他的爱 堂堂君王为了挽留他 竟然委屈求全答应给他自由 只希望他能活着 一击不成 再来第二弹 为了帝君痛不欲生 凤九告诉帝君 他爱的是叶青蹄 并将叶青蹄送与他的手镯贴身佩戴 这手镯在叶青蹄送他的那一碗 便如帝君心中的根刺 所以从凤九口中轻耳听到 看见凤九爱惜的抚摸着玉琢 致死也要带着他 帝君的心犹如千帆过境的江河 一片死寂当不起一丝波澜 玉琢杀这一催化剂 燃尽了帝君最后一丝情意 如果说这两点足够将帝君万剑穿星 第三季之下 已经尸骨无存了 那便是将叶青蹄的粉肿安置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也就是他即将跳下的悬崖边 他要让帝君看着他离世 看着他为叶青蹄殉情 留下他一人孤苦终老 爱而不得 求而不得 生无所得 死却不得 接二连三的打击 一寸寸凌持着帝君的心 余下的只有痛苦 懊恼 息思极恐 所以说惹谁也不能惹女人 尤其是安妮入骨的女人 青秋未来主子凤九 在一次淘气时被妖狩攻击 机缘巧合下被九天之上的东华帝君救下 本就是东华帝君小明媚的凤九 对东华更是一件倾心 念念不忘 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 四命新君答应让他伪装成一名仙臂去服侍东华 谁知东华是个冷性子的 这个千年冰山脸 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子微笑过 更不用说动情了 凤九几次三番都找不到近身的机会 更别说报恩的机会 偶然的机遇 凤九未就跌入莲花幻境的东华 被魔戒的人耍手段弄走了自己的皮毛 而他 失去皮毛之后 他不得不一直以一只普通银狐的面貌 陪伴在东华帝君身边 俗话说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凤九化为银狐后 东华对他却是若珍宝 愿由他胡闹也从不生气 一人一胡 怎么看都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人人都说小狐狸失宠而骄 东华帝君却似从未听到那些留言 化作银狐的凤九每日陪伴在帝君身侧 他眺望远方时 他窝在他的怀里 他参经悟道时 他就窝在一旁打盹 甚至还淘气的在他的画布上 印下一个爪子印 东华帝君倒也不恼 顺着他淘气的爪子印 画了一副人间的九九削寒图 并说 人间的九九削寒图 就是在冬至那天 开始描红一半花瓣 就把你的爪子描红 可好 花五百日红 人五百日恩 这一人一胡的温情相伴时光 随着魔界公主击衡而到天界 奉九这只九尾狐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帝君的昔日温柔意乐主 他被他的坐骑伤的遍体鳞伤 伤在他身 痛在他心 心灰意冷之际 他恳求私命将自己送回了青秋 东华帝君并不知自己思来喜爱的银湖已经失踪 处理饥衡的事情的同时他忙不迭地跑去 重新封印大魔头渺落 却不顺受伤 不得不下凡历劫以恢复修为 其实在三圣系列的第一部剧《十里桃花》里 东华帝君也去了人间历劫 同样的 奉九这个东华帝君的小明媚也心急如焚地跟了去 两人在人间 一个是至高无上的帝王 一个是帝王极度宠爱的妃子 东华在大雨中撑伞被奉九的模样 让很多观众心里痒痒的不行 暗戳戳地替他们捉急 怎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呢 也是《十里桃花》 追剧的众多观众对东华奉九的坎坷恋情就期待许久 所以这也是即使《枕商书》特效奇差 但还有很多人切而不舍追剧的原因 话说在《枕商书》里 东华因受伤不得不下凡历劫 伤心欲绝的奉九听闻也追下凡去 伪装成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和在凡间的东华并肩抗敌 后追回王公任巡逻侍卫 在一次不慎落水时让东华不此时应该称作 宋玄人对额间有奉伟花的女子一见钟情 谁也不曾想奉九因插阳错间 破坏了帝君在凡间 与另外一个周姓女子的情节 为了帮助帝君完成历劫 他只能顶上这段情节 让帝君对自己爱而不得 所以他主动跟宋玄人坦白自己就是那碗落水的女子 当日就被封为美人 熟了高冷的东华帝君 在凡间是个吃恋美人的主 说起情话来更是顺手拈来 脸不红心不跳的 夸小九容貌时 他采用了对比烘托之法 本王越是看你越觉得好看 人人都说婉结于天资国色 但我觉得这四个字更为衬你 本王并非贪图美色之人 但自那次水中见你便一见清心 这番情话 估计世上没有哪个女孩子听了会不心动的 凡间的帝君不仅好美人 吃起素来也是憨态可居 一日 小九做了无忧高 又怕不好吃 正好此时叶青蹄过来 问他制造兵器的事 他顺手让他尝了一块 恰巧叶青蹄手上比较脏 两人平时也比较熟 他本人惯常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便亲手喂他 无巧不成书 这暧昧不清的一幕恰巧 被人间的帝君宋玄人撞见 粗坛子顿时打翻了 待小九提着一篮做好的无忧高去找他时 他猝一大发 问小九他是不是第一个吃这糕点的人 小九想起九天之上的帝君 诚恳地说第一次吃这糕点的人是一位朋友 宋玄人很自然地 将这个朋友带入事业轻蹄 心里更是气得不行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相爱而不能爱 东华帝君的转世身深爱白凤九 而白凤九也深爱东华帝君 但是两者却不能在一起 哪怕东华帝君的转世身娶了白凤九 封他做最尊贵的王后 他为了东华帝君能成功力竭 还是忍痛说自己爱的是叶青蹄 白凤九爱的是叶青蹄吗 当然不是 看过电视剧或者原著的都知道 他深爱的其实只有帝君一人而已 为了他不惜下凡 接受法术的反噬也要帮助他 而在本周的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凤九间称爱的人是叶青蹄 东华帝君转世身宋玄人苦苦哀求 却依旧无法令白凤九改变主意 最后白凤九选择了跳崖 然而白凤九小去了东华帝君转世宋玄人对他的爱意 白凤九跳崖自尽了 而他也义无反顾的跟着跳下了悬崖 白凤九是神 此时的他跳崖自然是死不了的 而东华帝君转世身宋玄人却不是他只是凡人 跳崖之后自然是必死无疑 不过他也算是成功的历劫 回归了天界 修为也恢复了过来 重新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东华帝君 帝君转世身对于白凤九的爱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可惜他终究不是帝君 不得不说这样的情节令人觉得扎心 而更虐心的还在后面 崩华帝君恢复了修为 但对于在人间历劫的这个经历却完全不清楚 所以他自然对于白凤九 对他的付出一无所知 白凤九在太陈宫做宠物的时候 东华帝君不清楚他的宠物乃是青秋帝基在人间历劫了 白凤九为他付出一切 他依旧不记得白凤九的好 历劫之后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 寡淡冷漠的帝君 而青秋帝基曾经的一切他一无所知 直到白浅和夜华婚礼之时 他去青秋迎亲 却是相见不相识 笔者只能说这剧情太虐了 特别是人间殉情的那一段颇为催泪 而更为糟糕的是白凤九回到了青秋 居然还扯伤了一门亲事 他居然答应了和苍蝇神君的婚约 定下了婚书不说 对方还送来了彩礼 这两个难道终究是有缘无分吗 当然不是 原著中白凤九为了自己的幸福 插了苍蝇神君的神殿 自己搅黄了这门婚事 不过东华帝君和白凤九人间的这一世剧情之后 剧情就彻底的转捏了 白凤九深深爱着帝君 奈何两人终究是情深远浅 三生时尚无姓名 白凤九痴情 宁愿断尾 用命在三生时尚刻下两人的姓名 为的就是让两人这一世能在一起 对于白凤九和东华帝君 后续将会遇到何等面新的事情呢 我们只能期待剧情的更新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留言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